从福建莆田到南京再到长州,最终回到南京,黄子昌20岁出头的人生路中,足球生涯占据了三分之二,对于外界扑面而来的褒奖和称赞,这名火速窜红的小将用自己那三超越年龄的成熟,和一颗平常心去面对,我们对踢的好的球员太多了,我还没有资格骄傲和膨胀。 黄子昌说,福田小桂园变身U23超新星中超的U23新症虽然遭到了不少外界的吐槽,但不可否认,这一升级版的规定还是使得中超涌现出不少有潜力的新星,比如职业生涯楚子秀就打入进球的江苏苏宁球员黄子昌,短短两轮连赛,这年下个月才满21周岁的年轻人成为中超一颗然然升起的超新星,甚至有消息称,此前一直在U20国新队的他, 将跨级入选国组主帅李皮助手马达洛尼执教的U23国新队,参加3月24日球队在西安与叙利亚国新队的比赛,并被战今年举行的雅加达亚运会,福田,外界对于这座福建地集市的印象。